暖冬游高雄大受欢迎 日本近20位银法族长辈 上个月抵达高雄进行一个月的long stay 然而这群长辈不走大众景点 反而对在地文化及社区有着浓厚兴趣 在高雄市银法族协会的协助下 来到三民区顶泰里 参观在地特色及学习制作手工豆花 在店家指导下 这群银法族做出生平第一碗浓郁香醇的豆花 不仅好玩有趣 也对高雄留下深刻印象 店家说明健康盛品豆腐的起源及典故 透过翻译 眼前这群从日本远道而来的客人 不仅仔细聆听还勤作笔记 做豆腐的经验是没有了 但是以前来有做其他的 交流活动的经验 他们大多都是日本退休的银法族 五六年前在高雄市银法族协会 穿针影线下 每年固定来到台湾Longestay 为期一个月的时间 这群日本长辈不走大众化的景点 而是对在地特色及社区文化 有着浓厚的兴趣 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共同的活动 他就是希望我们银法族协会 能够安排有意义的社区交流的活动 除了认识我们社区的好朋友以外 他也希望能够对于我们台湾的文化 有更多的了解 那今天我们就是带到 做豆腐传统的一个店 这是他们非常有兴趣的 这次协会特别安排日本长辈造访三名区鼎太理 并且学习如何制作豆腐豆花 别以为制作过程很困难 一杯有机豆浆加上一杯盐乳 参打在一块加热十分钟 就大功告成 好不好吃香不香甜 光闻还不够 要听听看大家怎么说 豆腐真好吃 吃豆腐在日本是一个很盛大的事情 尤其他们的店有两三百年的店 你天天去那边他们很贵的 那他们很兴奋 在家里自己可以用简单的工具 自己买得到的豆浆 买得到的盐乳自己做 但是两边又有话题 在这边他们 你看刚才他们问了很多很多 都想不到的问题都在提到 感觉上他们蛮失调有理的 蛮有次序的 非常有礼貌 对在旅游方面 他们好像有计划性 这些日本银法族 对于学习有着浓厚兴趣 喜欢高雄的暖冬 也喜欢高雄人的热情 每年固定呼朋饮办来台湾Longestay 当中还有几对夫妻 一连好几年都参加 跟高雄在地银法族 彼此交流 也彼此学习 欢迎他们来台湾尝述 两个月之后 他们就派了十对夫妻来 到现在今天来的 有三对夫妻 每一年都来 固定会员 所以这样子就促进国民外交 他们还有一个特色 他们来这里交了很多 我们高雄的好朋友 像那个童年丽丽的月圆长 也是他们的好朋友 他们都会个别去交流 愉快去了解社区 瞧 暖绵绵的豆腐豆花 长辈们吃起来津津有味 甚至还请了土耳其大厨 准备好特色大餐 来招待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 不仅做足了国民外交 不仅做足了国民外交 也让日本英法组长辈留下 深刻又美好的印象 港东新闻 宋佩晨王思武采访报导